大家好,我是蔡律师,我们在西威明律师事务所,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2023年谈美国留学家长陪读的问题。 那我们知道呢,在美国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,除了读博士的,读硕士的这样研究生以外呢,还有十几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读本科。 另外呢,还有至少有四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读中小学,像这样。 那这个根据最近的趋势来看呢,这个数字还在增加。 那么如果孩子还在读中小学,就还未成年,或者呢,虽然在读大学了,但是有的时候家长也希望能够陪同照顾孩子。 那怎么办呢?那么这个家长不能够说作为孩子的家属dependent, 这样说孩子拿F1签证,那家长不能相应的拿F2签证。 那家长如果想要在美国陪孩子呢,那目前比如说有一些人的做法,就是说呢,用B2签证,旅游探亲的签证。 那这个问题呢,是B2一般在美国只能待六个月,有的时候延期还可以再延六个月,这个是可以的。 但是你再延一次,两次,三次可以。 你说我要再延四五六次,这个呢,首先手续也不剩其烦,而且越来越难批准。 那另外呢,前一段比如说可以提到疫情方面的理由原因,那么现在呢,这个原因就不是很有说服力了。 那怎么办呢?怎么样这个家长才能够更好的留在美国陪同孩子来上学呢? 一般有几种选择。那如果说孩子的家长30多岁,40多岁,50多岁,那有的人呢,还是有机会在美国, 这个找到合适的工作,然后呢,办理H1B,或者O1,或者L1,工作类型的签证。 那这样呢,很多好处,对吧? 因为这些签证呢,一般也是允许移民倾向的,而且孩子呢,作为dependent呢,他可以免费就读公立的中小学。 但这个呢,有的时候是可遇不可求的,对吧?那家长们要在美国,虽然没有年龄歧视,但是呢,你此前如果没有美国的学历,没有美国的工作经验,那要凭空找一个专业工作,不是那么容易。 那这个是一种选项,还有呢,就是说,有的人提到呢,说家长可以作为访学,这个如果说家长本来就是科研人员,这个可以考虑,但是呢,这里面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。 第一呢,家长呢,如果拿这签证,孩子拿这图签证,看起来有一些好处,说我读公立中小学也可以免费,是这样的,但是,那么家长要考虑到你自己拿这个这签证,你是否方便办这万货免? 如果你不能办这万货免,怎么办呢?那你要回中国完成服务期,孩子呢,单独办货免有时候也不容易,那他也要回到中国完成服务期才行。 那孩子有的时候呢,他可能到这个完全成年以后啊,可以自主办这个货免,但是这样呢,反过来,很多时候就影响到了孩子在美国申请大学,大学本科阶段的学习,这一点要注意。 那甚至有的时候,因为家长无法办货免的原因,那孩子呢,有的时候如果不能单独办货免,接下来也就不容易转成其他的签证身份,或者办理绿卡了,这是一点。 另一点呢,如果家长和孩子现在人还在中国,那有的时候呢,你办理这签证,个人在体制内啊,或者做的敏感专业啊,有的时候现在也比以前要难批准,这一点也需要注意。 那还有一种办法呢,就是家长也在美国上学,比如说读MBA啊,或者其他的专业学位啊,或者学语言,那么家长呢,可以在美国转成F1学生身份,我们此后还会有别的视频更多讲这方面。 那如果说呢,这个优点呢,就是说那家长交学费啊,那小孩如果说读中小学,他可以读公立学校啊,免费,总体算起来呢,交一份钱,家长和孩子都可以入学,家长还可以陪伴孩子,而且呢,大学的学费很有可能比私立的中小学还要低,所以有这些优点。 那么缺点嘛,当然你这个家长呢,要转成F1身份呢,你也要想办法要申请,要有一些基本的要求,但是呢,看到最近这个美国国务卿访问中国,双方也都提到说要增进啊,这个中国和美国的学生学者民间的交流啊,所以这方面呢,对于留学也是利好的消息。 另外呢,美国移民局啊,对于在美国境内转成F1学生身份,最近也推出了一些利好的消息,所以呢,从这些方面,我们认为呢,如果经过努力,经过争取,可以符合条件的话,那么可以考虑啊,你在美国同时也入学学习,然后呢,这样就可以更好的,比较长时间的两年,三年,四年,一直陪同孩子在美国生活成长。 那当然有的时候呢,还有一些其他的选项,也有说,家长比如夫妻两个人轮换的,或者说中间间隔一段时间过后再返回的,当然也有孩子上寄宿学校的,所以总之呢,现在这个疫情基本过去,我们看到呢,从中国到美国留学的学生数量在增加,这一方面主要也是经济驱动的, 因为很多人看到,在中国大学毕业以后嘛,现在要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不容易,那如果留学到美国呢,如果尤其将来能够留在美国发展,会有一个值得考虑的一个选项。 所以呢,总体上我们这个视频呢,讲到的是说,孩子在美国读中小学或者大学,留学美国,那么家长如果想要陪伴孩子,尤其是比较长时间,可以有哪些选项来解决个人的身份问题。 当然除了前面讲到的一些签证以外呢,那么家长自己也可以考虑,如果符合条件,办理美国绿卡。 有的人说,我已经50多岁了,我还能办杰出人才的这个绿卡吗? 我们平常举的例子是这个德州大学的GOOD ENOUGH教授,他从54岁才开始了当前的这个锂电池的研究,97岁得了诺贝尔奖。 我们自己的客户呢,也有70多岁,办理EBYA杰出人才,取得批准,拿到绿卡的。 好,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,有更多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,谢谢。